直接带您来关心房地产 美国央行才刚升息三码 台湾央行到底会不会跟进呢 外界都在猜 有人说央行九月份至少会调高半码 但如果以美国今年已经调高九码 跟台湾调一码半再加半码两码来做比较的话 其实台湾还是小儿科的了 但升息毕竟对房地产而言 是一个压力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大权房产专家 升息会不会影响到台湾房地产的走势 升息我们拉长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从这20年 我们就看这20年 阿关这时候才几岁 不是老是脑不开提脑吗 好来看降息的时候跟房价的状况 这是房价指数蓝色的 蓝色是房价指数 红色是利率 我们看这一段 从204到208 两个是不是几乎也上来 但是反而房地产的线还没有那么高 好这样上来 所以利率走高房价还走高 是啊 这就很有意思 利率走高房价还走高 利率走高房价走高的概念叫做景气好 景气好 那这条线是怎么回事 大家不要忘了 2009年发生什么事 金融海啸 所以那个时候下来了 它跟其实升息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再来 这几年好像又升了 对不对 又升了 你知道这条线 这条线是多少 观众朋友 这条线叫1.99 还是很低 1.99 就在这边拉了那么多年 台湾现在已经升了一码半 还是一点多 现在还是一点多 还是一点多 观众朋友 你还记得以前那种 二位数的那种时代吗 不要想太多了 你大概 房价是这样的形式上来 好 啪 这边又下来了 这为什么 看一下2016什么事情 房地合一税上路了 所以它跟升息也没有关系了 所以说升息好像大家会觉得 跟房地产有关 但实际上房地产自己有自己调节的一个机制 所以现在这种 政府在做什么 在健全房市 我们不要讲增值 我们就讲保值好了 好 那什么样的房子能够保值 当然最好还要能增值 对不对 增值现在 因为政府正在健全房市 我们给点面子 好不好 我们讲保值就好 第一件事情什么 地段 没什么好讲的 市中心的精华地段还是王道 是 对不对 这个事情 那尤其是那种顶级豪宅 当然观众朋友也许说 我买不起豪宅 但是你听一下 你想 你印象里头 地宝有 曾经有什么投资客去炒作过吗 那锅子那么大 不好炒 锅子还都抬不动 第一个叫做精华地段 第二个叫什么 就是景观无敌 景观无敌 你想想看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文 江绘的家 而且最好是无敌的第一排 第一排嘛 你如果是在大安森林公园的第一排 那不得了 因为它很稀有性 景观第二排 房价少一半 OK 景观第一排无敌 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景观第一排无敌 你想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 台中七夕冲啊区 两个很经典的 一个叫秋红谷 一个叫夏绿地公园 第一排 接近100 高雄不用讲 美术馆特区 这就是很指标的几个地区啦 我们也不去细讲 好第三个条件什么 要产品有独特性 独特性 刚讲了 地段是一个老天给你的条件 第二个是景观 也是老天给你的条件 第三个 人为的条件叫做产品的独特性 我们想想台北市有两个非常厉害的东西 一个叫做文华院和文华东方 东华北路那个 所以他们说呢 过去的供购是跟捷运供购 现在的供购 跟捷运供购已经不稀罕了 最好是跟饭店供购 跟商场供购 因为你在家里呢 还可以打电话到饭店 加上Room Service 多方便 以前什么叫饭店式管理 现在叫做饭店管理 直接拿饭店牛肉面进去 当然很贵 第二个叫做大直有个万豪酒店 西华富方 这非常无敌的 过去这种情况只有出现在北部 北部这两个 南部现在凯越饭店要去了 而且去的地点很厉害 在美术馆特区 这就不容易了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两个基本上都完全跳脱市场行情 你不能拿大直的行情去看这个案子 你也不能拿所谓什么 台北市民生商圈的行情去看这一栋 因为还有饭店加持 两码事 那是完全两码事 那我想再重复一下 第一个是地段的条件 第二个是景观条件 这个产品独特性 还有件事情 你知道最近大家都在问说 高雄到底在红什么 高雄在红台积电 对吧 大家都讲 天天我们这个节目都在谈台积电 但你知道吗 人口红利和产业发展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十万大军 我们就回来讲 中高阶主管 十个一个就好 他要买多少间高级住宅 一万间 就这么简单一个数学 一万间 高雄过去你听过几个豪宅 手指头也算出来 所以那个空间还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有这些条件 你大概就看得出来 高雄未来的机会在哪里 那你来看高雄现在的荣景 绿草如荫的湖畔步道公园豪宅 近年来成为名人的新头好 这里就是高雄美术馆第一排 有43公顷的森林湖泊绿地 面积是超过1.6倍的大安森林公园 感受到的是满满的芬多精 还有浓浓的艺文气息 说到高雄美术馆 直觉联想就是富人特区 紧邻农十六四百亿的富邦百货大案 以及异想天地购物中心 未来国际级凯岳饭店也将进驻 全台湾大部分的豪宅 都是遍布在台中甚至是台北 有公园的景观 那目前的高雄的话 是可以让你用台北丹森林公园的六分之一 可以入住最好的一个景观的 第一排的一个条件 那尤其是这边的一个地段 还有它这边的一个公园的景观 以及结合它这个国际型的一个美术馆 那在这个地方是特别让人家向往的 天时地利人和就在高雄 台积电设厂男子 北高雄护国群山半斗体聚落成型 美术馆特区十五分钟车程 抵达左营高铁站 拥有台铁捷运三铁共购优势 成为科技新贵首选 看着那棵逐棵房价翻三倍 五年内高雄自作国际城市 也将脱胎换骨 房价有惊人爆发力 在这附近学区非常方便 从小学到中学通通都有 有中三国小 七贤国中 一路到中华异校或者是大龙中学 那如果还要更好一点 还有个美国学校也都在这附近 公园大景国际饭店购物中心 高科技产业也让美术馆特区 稳坐高雄豪宅宝座 美术馆特区应该是高雄 淡黄中的淡黄吧 淡黄一张床 更是淡壳一间房 淡黄中的淡黄 淡黄中的淡黄 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 那附近的生活机能 基本上买一间好房子 大概就三个条件 第一个生活机能 学区要好了 学区好 我们来看 美术馆特区有中山国小 有七贤国中 这个学区蛮不错 而且他附近是不是 还有美国学校 在上面点 在上面点 靠近左营那边 就那附近然后车子会来接 美国学校的车子会 校车会来接 还有美国学校 再讲一些学区 不是什么明星念过的学校 叫明星学区 要满额才叫明星学区 第二个景观观望望要很重要 有这么个 你开窗就很无敌的景观 而且你有公园第一排 那这样就很 就觉得给他很爽 而且要是以我们这种 逮巴爽来看 那个价钱真的有够便宜的 我自己去高雄看了房子 说这种房子 是这种环境 台北的六分之一的价钱 你在大阳森林工人旁边看看 对 对 所以这个差太多了 所以第二个 公园景观第一排无敌 席次少 也几乎不可能有人炒作 因为他捧着钱买不到嘛 就附近好像是五字头 五字头还不到六 所以这个 我们也不是说天龙国 天什么龙啊 对不对 会不会以后 在说若未炙作 遍是什么 又有水 快点 这是什么 我们就把大阳森林工人 那么